想干极力星云R 你得把补贴拉满 如果手里没旧车的 就别研究了 如果我非得盖一个国产车 手里恰好有一台旧车 那我就研究研究两驱169700的版本 家用SUV真没必要买失去 详细的配置参数差异 你也可以关注一下豹哥 我也是跟他那学的 国产车对于我来讲 不是强项兄弟们 我只能是围绕保质率 能给你讲的通透一点 但是星云R作为燃油SUV里边的榜一大哥 平均一个月卖接近两万台 除了他之外相同价位 如果你在让我掏灯 我考虑三款核载SUV 他们能选的配置和分别的优惠行情 一条视频给你讲完 大五座SUV里边的标杆 别克安科威普拉斯 这玩意关降6万之后 基本上落地价格也就比星云R贵那么一点点 同样马力也达到了237匹 9AT变数型 除了配置不如星云R 剩下的都是优点 第二台就是大众探月 217900的版本 全款优惠7万 落地比星云R20T多要便宜 两三年前宝贝 这玩意儿有个两三万优惠撑死了 当时还得做按揭呢 今年的核子燃油车天都塌了 你包括探月C车 在总是销量排行榜上 你能看到它能稳定在 燃油SUV销量排行榜前三 第三台这就是荣放 也是销量排行榜前十里边的车型 主打一个皮色耐用 开个十年八年 正常保养 真开不出来啥毛病 就是平平淡淡里边的标杆 很多人觉得它安全性不行 其实它的安全性还可以的 熊了嘛 日系车虽然皮是薄 但是它稀能呢 十六万九千八的都市吧 全款现在有个四万五的优惠 除了方网 其他视频直接能帮到你 还有什么问题 打出来给你回答的明明白白